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這兩天 微信上有一封公開信遭到廣泛流傳 這封公開信的標題就是 《關於立即召開緊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建議》 這封公開信雖然沒有儲名 但是連紅二代陽光衛視集團的主席陳平也有份轉發 實請這封公開信 將習近平的問題主要分類為四個部份 到底是有哪四大問題呢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的問題 這封信講到 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 他的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 是不是應該明確地回到鄧小平年代主張的韜光養晦路線呢 在國際上四面樹敵 惡化對美國的關係 究竟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還是不利呢 不顧國內的實際情況 對非洲等落後國家大灑金錢 對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國際關係 是否正確呢 這一封的公開信 某程度上都幾反映到中國的實況 目前中國在鷹派的集體領導下 中國外交部就變成了中國外宣部 不斷地口竊招遊 撥腐麻街 挑釁外國的元首 評擊外國的政要 這一封信其實就講得很清楚 你這樣來惡化中美關係 究竟對中國自身有利還是不利呢 好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問題 在這個政治局的緊急會議當中 就應該要討論 究竟要走國進民退的路線 還是民進國退的路線 經濟路線是不是應該回到 朱鎔基總理制定的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縮減不懼效率的國有企業路線 是不是應該堅持市場導向 還是回到計劃導向 國家對經濟的介入程度 到底應該遵循什麼的界限和原則 國企應不應該與民爭利呢 其實這一個又是反映實情 因為中國的所謂的市場經濟 正在開倒車 當時在鄧小平 南巡的年代 已經講得很清楚 當時用辯論 究竟性資好 還是性社好 後來 鄧小平就一錘定音 說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這就是鄧小平創作出來的 鄧小平發明出來的 因為根本上 由頭到尾 市場經濟 一直都跟社會主義有衝突 在傳統的意義上 社會主義等同於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只能夠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找到 當鄧小平發明了這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 當然 中國的經濟發展就穩步上揚 欣欣向榮 你這個中國夢 現在 習近平就開倒車 就說要搞國進民退 當然就會引起一班權貴 尤其是紅二代的質疑 第3個問題 就是政治問題 這封公開信就講到 要明確釐清 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 要釐清執政黨能不能超越憲法 而憲法規定的各種權利 是否應該落實執行 為了短期的穩定 是否可以犧牲公民的基本權利 是否應該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是否允許民辦的媒體 法治如何實行 司法是否應該獨立 公民能否批評政府 媒體和輿論監督有否必要 黨政是否應該分開 這一連串的問題 當然就是針對著 目前中國最腐敗的根源 來講 就是因為你這個中國憲法 寫就寫到天下無敵 實質一執行起來的時候 他現在問你 人民能否批評政府 是不是 現在其實就是針對著你那個所謂 傳媒性黨那樣東西來講 關於你中國外交部 在驅逐美國記者的時候 好意思說美國的新聞自由 是虛偽的 是流的 喂 哪一個才是流的 人家美國的媒體 可以在美國那裡批評特朗普 你中國的媒體可以嗎 當然可以 批評特朗普當然可以 但是不可以批評習近平 是不是 第四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 這封公開信就說 到底是統一重要還是和平重要呢 是國家的形式重要 還是國民的福祉重要呢 在對香港的問題上 是香港的繁榮重要 還是中央的權威重要呢 是不是應該允許香港實行完全的地方選舉呢 這封公開信真的是完全斟酌著 你中國政府的弱點和死穴來批評 你經常說要武統台灣 人家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是國民的福祉是更加之重要 當然大陸就不是這樣想 一邊嘴裡就在喊 要統一反台獨等等 那些小粉紅又跟著喊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 使那些人不要再聚焦在經濟發展放緩的後果身上 例如失業率上升 或者是內部需求下跌 實際上每一個極權國家 發展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他們往往就會採取這些手段 兩百多年來都是這樣的 以現代意義的國家來算 至於香港的問題 其實又是你中央不放心 讓香港來真是自治 一早說明說港人治港 所有普選 全部都寫在基本法裏頭的 莊嚴承諾 自己都可以否定 整日一味就要牢牢掌握權力 什麼都說不放心 什麼都要顧著北京的面子 所以你就搞到香港變成今天 這封公開信最後一段就這樣寫 對習近平執政以來的工作評價 他的重要性就不雅於打倒四人幫 你寫成這樣 你無非也是 即是否定習近平的路線 如果不是你就不用這樣寫 至於他最後一句寫 對習近平執政路線的評價 他的意義應該高於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定位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什麼 他的歷史意義就是在於 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 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 繼續革命的理論 高度評價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被視為改革開放的開端 他說到這個緊急會議 歷史定位是可以跟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 當然他就是 吹得多大就有多大 到底這封公開信有什麼意義呢 我就相信很難促成到召開緊急政治局會議 但是這封信很明顯 就是跟當日任志強寫的那封信 是互相呼應的 當日任志強寫的那封信 裏頭其實就是諷刺習近平的 就說他剝光衣服 都要堅持做皇帝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得到了 自從在這個疫症爆發以來 在大陸那些社交平台上面 例如說 微博或者微信 就越來越多類似這些公開信出現 主要都是批評當今聖上 他那些政策失誤 我相信 未來的日子只會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都預計到 那個經濟發展是會放緩的 接著又說回本地的情況 蔣麗雲首次透露 說他有意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退下 不選了 有記者就問到他 蔣麗雲 你會不會退出民建聯 以個人名義來參選 蔣麗雲就回答他 我還有一年就已經符合申請掌者卡的資格 換言之是到期時已經65歲 暗示自己不再打算參選 實情他亦沒有報名民建聯的黨內初選 換言之他都很大機會退下火線 淪為這個棄桌 實情民建聯黨內的人 哪有個人意志才行 黨要你退你就要退 你不退你只能扭下機 扭完一大輪以後 你其實也是要退 蔣麗雲也不是第一個 在上屆的立法會選舉 鍾樹根就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 本來他都放了風聲 甚至說 我都不排除會以個人的名義 獨立一張名單出來參選 最後扭下機扭到最後那刻 他又是排在民建聯 張國軍那張名單的第二位 他終於跪下了 再有另一個例子是遠一點 就是2012年的時候 漁龍界的功能界別選舉 黃雄勇根又是由黨 逼他退下來交棒給何俊賢 何俊賢一做就做到現在 到了2016年的選舉時候 他似乎不甘心把立法會的議席 交棒給何俊賢 自己竟然走回去報名參選漁龍界 結果當然就是輸了 因為投親給民建聯的人 那些票其實都是根據黨而不是根據人 民建聯裡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 是有政治魅力的 為甚麼 就是因為要確立人依靠黨而不是黨依靠人這套路線 所以 你要從政 你要繼續撈下去 麻煩你要對民建聯忠誠 一旦民建聯要你退下來 你就一定要扯 如果不是你自己獨立參選 你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贏 因為所有的票其實是跟黨 不是跟人的 這個就是民建聯 所以蔣麗雲扭來扭去 最終就是要退 又是要讓給鄭詠迅 至於鄭詠迅 他現在當然春風得意 可以繼續做多一屆 可以繼續去選 當然也要贏才行 相信也會贏 但是你做得多久呢 又是看民建聯 民建聯要你繼續做你就繼續做 民建聯要你扯 你其實也是要扯 這個就是民建聯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